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效力阿根廷的伯卡青年 阿塞罗那 纳布勒斯等俱乐部 他为阿根廷国家队出战91场 攻入34球 他曾率领为阿根廷捧回1986年世界杯 退役后 他曾经执教过阿根廷国家队在内的多支球队 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30号 马拉多纳度过自己60岁的生日 吉列姆·巴拉格是马拉多纳的传记作者 在他的笔下 记述了这个桀骜不逊的足坛传奇 跌宕起伏的一生 小编摘取了一些片段分享给大家 从而祭奠这位曾给全人类带来激情与呐喊的伟大足球运动员 迪格·马拉多纳 这个足球界的浪人 天才和矛盾体 在周五10月30号迎来他的60岁生日 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怀疑过 这个错综复杂的人是否能活到这一天 他的人生曾经达到过最高的巅峰 之后又跌落至最深的谷底 经历过最黑暗的绝望 无力应对巨星身份和神一般的地位所带来的一美奉承 同时又似乎离不开这一切 要看懂迭格·马拉多纳这个人 你必须了解阿根廷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这个国家需要像马拉多纳这样的人 像弥赛亚一样引领他走向伟大 走向他自认为配得上的一切 你还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命历程充满各种悖论的人 犯下各种错误随后又一次次的修正 就像一段接一段关于沉沦与重生的悲壮史诗及故事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马拉多纳 是那个叫迭格的小男孩 一个来自布诺伊斯埃利斯的奥夫里托彭屋区的小镇 自小就天才横溢的顽固和人民之子 还是那个叫马拉多纳的神 一段神话一个伟大的复仇者 为人民承载着梦想热情 并最终令他们确信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那个神的化身 或许两者皆是 1968年附属于阿根廷青年人俱乐部 被叫做小洋葱头的少年梯队 教练弗朗西斯科内霍来到富里奥托镇 核查一个小孩身份证明上的年龄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孩视讯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被震惊了 他太小了 不可能有八岁 小孩的母亲达尔玛 塞尔瓦多科 弗朗科拿出叠格 在艾维塔医院的出生证明 确认他的年龄 弗朗西斯那一刻的表现 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他找到一枚可以加入他球队的瑰宝 在1969年3月开始 这支小球队就一直赢球 创下了连续136场不败的记录 他作为球员退役之后的人生 至少是复杂的 众所周知的是 他至少有11个孩子 而他与前妻 克劳迪亚 维拉法尼之间的关系 最终也闹到了法庭 而他和经纪人兼好友 吉勒默 科伯拉也是一样 在2008年至2010年 率领国家队 未能带出成绩之后 他又当过几支俱乐部球队的主教练 他2018年2019年墨西哥球队 西纳罗亚执教时很受爱戴 但是他作为教练的成就 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作为球员时的高度 他说自己在三年前就已经戒掉了可卡因 但是他现在需要使用的药物 令他经常处在一种震惊的状态 他曾经沉迷毒品所造成的体重过重 还有因为曾经要在一个技术型球员 不受尊重和保护的年代踢球 而不得不接受的多次手术 都成为他现在身体欠佳的原因 马拉多纳坦诚 对于自己的行为不感觉后悔 他一直都明白 人生必须活得尽兴 正因为如此 如今60岁的他 积累了比年龄丰富得多的人生经验 他或许会觉得 现在自己还活着 是一种幸运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